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了对优婆黎尊者滤脏方面的询问 大家设尊者和戒律委员都深感满意 因为一切都已重新整理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程度 过去 三个星期以来 戒律专家优婆黎耗费了相当多的心力 他知道 他和其他阿罗汉的贡献是不凡的 将会历久长存 优婆黎在节级会议中发表结语说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记得 佛陀关于蛇的比喻 世尊把掌握佛法比你为捕捉大蛇 假如捕蛇时 抓他身体的中间 他的头就容易反过来咬你 使你受伤或死亡 若你换个方式抓住蛇头 虽然他的身体会缠住你的四肢 但不能咬你或使你受伤 学习佛法的道理也是一样 假如你无法正确掌握佛法 这会造成自己或别人重大伤害 假如你正确掌握佛法 你自己以及你所教的人都会受益 滤脏的戒律规范也一样 无法正确掌握戒律的用意 内容脉络与含义 会对佛教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如果能正确掌握戒律的真理与基础 佛教就可以永续流传 会场上的阿罗汉们对这个比喻都很熟悉 他们完全同意 优婆黎从讲台走下来 与其他在大会厅堂的人坐在一起 大家设尊者接着向五百位僧团委员说话 接下来的部分 阿难尊者要开始背诵佛法开示 请勿必正确掌握其中意涵 仔细驱辩 所说是否正确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背下来 佛法的意涵不容错误的记录与流传 请勿必保持他的精纯 滤脏检释完毕之后 就要开始整理所有的精脏资料 这是第一次节级会议的主要任务 在此之前 佛陀的开示为了便于祭颂都根据佛陀的九重教学法分类 大致分为 散文 歌曲 论述 诗文 勉力语 格言言语 本生故事 奇迹事件 汉问达路等九类 阿难已在脑海里整理过经典与教诲的内容 他想寻求一种更实用的分类方法 自从他挣的阿罗汉果之后 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多了 一种新的分类系统已经开始在他脑中形成 如今 他感觉这套新的分类标准有可能做得出来 他渴望能与阿罗汉同修们一起来讨论他的想法 第二天一大早 斯伯卡来到了阿难静谧的洞穴房舍 阿难正盘腿而坐 进入甚深禅定 这位忠诚的侍者不想太打扰他 只是清了一下喉咙 在一旁等着 阿难身体动了一下 轻声地说 我知道 节级会议的时间到了 我越来越深入内在 也许有一天会不想回来 尊者 无疑的会有那一天 但是不能在完成这项重要工作之前 每个人都依赖你对佛法开示的记忆 好让负责记忆的比丘们能将它长久流传 你已决定好今天要从哪里开始了吗? 斯伯卡 我想就从最长的开示下手 他们对负责记忆的比丘来说是最复杂的 我们最好一开始就从这里下手 把他们先解决掉 阿难回应 我想那是聪明的决定 尊者 你分类为常开示 得有多少呢? 我曾在脑海里想过 算算有34部非常长的开示 斯伯卡不可置信地摇头说 你怎么能够从八万四千法门中 分出34部经典 这完全超乎我的理解 尊者 不要问我是如何做到的 斯伯卡 那只能说是我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殊的心智能力 无疑的 你的记忆力是你与希达多太子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理由之一 你本身就是佛陀在他最后一生的任务中的一个要素 斯伯卡回答 在阿难准备好要去会场时 他说 我们的附属节级小组今晚会再聚会 继续佛陀的生命故事吗? 去上次聚会已经一个星期了 是的 我收到通知 今天日落后 我们会在大家设尊者的房间聚会 所有的成员都会出席 我知道每个人都渴望听到更多故事 阿难站起来 伸展四肢 看起来很有精神 他笑说 我很清楚今天要怎么开始我的任务 斯伯卡陪伴着长老 从他七岁以来 阿难就一直像是他的父亲 当他们走到洞穴外 两人都眯起眼 看着第一道阳光 斯伯卡带路经过多时的空地 走向会场的入口 阿者是国王在随护护卫下站着 正与一群阿罗汉交谈 当他看见阿难靠近时 他很快地上前 以极大尊敬 向这位令他敬畏 有加的比丘处足鼎礼 阿难尊者 我知道您今天要开始进行佛法的开示 大家设尊者已允许我在帐篷边聆听 能再次听到您的演说 是我极大的荣幸 国王说 陛下 我一直都很高兴能看到您 关于这次节级会议 感谢您的仁慈赞助 大家都很感恩您的亲切接待 能够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 而供养护持五百位受人尊敬的阿罗汉 在此聚集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阿者是国王达到 这是件吉祥的历史大事 陛下 由于您的参与 您的大名将会永垂不朽 阿难说 国王深深的鞠躬 恭敬的双掌和时 阿难将幼掌亲处阿者是王的前额 为他加持祝福 他不自觉地想到 国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贫婆梭罗王 他的父王是佛陀的朋友 也是护持者 他在杀死父亲后 夺取了摩羯陀国的王位 阿难无意评断这个人 他只是悲悯这个人 他了知 由于业力果报 阿者是王的 来世是会非常困恶的 当他们在大厅集合完毕 大家设尊者的侍者走进阿难 请他上座 阿罗汉们其声道 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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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 阿难向他的僧且朋友们优雅的鞠躬回礼 阿难尊者 请在台上就坐 大家设尊者在他站起来时如此说 然后尊者轻声 小声对他的老友说 希望你已喝够了巴库拉从喜马拉雅山带来的药草茶 你的声音今天可要完全派上用场啊 阿难眨眨眼 对他点头微笑 阿难尊者 您可以随时开始了 在大会众人面前 主席发言说 这个节级会议的目的 是要将世尊的开始 加以组织分类成为一整个系统 这样可以使未来世代的子孙们 更易于学习 记忆与传颂 阿难开始说 因为他们很长 我今天要从我命名为长步开示的部分开始 我要从最能概述佛陀一生行事与教导的这一部分开始 它叫做长步梵网经 如是我闻 有一回 世尊与五百比丘僧团沿着王舍城与那烂陀城之间的大道而行 云游僧须悲与他的学生 年轻的婆罗提多也同行于大道中 接着 阿难开始 背诵整部梵网经 此经阐述了世尊教室的完整摘要 其主题是 是何种教导为非 处理邪见的根与因 佛陀在经中提醒听众诸多事情 在证得涅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变成外道 也在提醒之列 他警告不要执着于无法引领人 达到最崇高目标的任何之见 佛陀谈到当时存在的六十二种之见 每一种都自称是唯一的真理 而驳斥其他人的价值 佛陀对这些之见并未加以指明错误 他告诉听众 他清楚其中的每一个观点 明白这些观点会导向何处 他指出 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有助于成就无上证等正觉 只有借由不执着于任何之见 一个人才有自由的可能 才能在稠密的心智丛林中找到出路 关于这六十二种之见 佛陀说 抓取并执着于这些见解 可以导向某种特定的来生 如来不仅知道这些 还知道更多 但是他不会执着于这些 由于没有执着 他体会了完美的平和寂静 因为 真实了解感受的生灭 极其未患汉里 如来的无鱼涅槃 阿难花了好几个小时 才完成了整部开示 当他完成时 便从讲台上下来 斯伯卡上前问说 尊哲长老 您累了吗 想休息一下吗 阿难回答 我已经不再会感到疲累了 斯伯卡 我已经挣过了呀 斯伯卡对他所敬爱的老师微笑 阿难则高兴地从他的朋友巴库拉手中 接过一杯喜马拉雅山药草茶 只要你准备好了 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再开始另一步开示 阿难对大家设尊者说 省些力气吧 晚一点 你还得用来告诉我们 更多世尊的生命故事 大家设尊者答说 阿者世王已经在森林中 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餐 我们走吧 阿罗汉们排成长长的行列 走下山丘 走进充满绿印的森林 丰盛的餐食已经就绪 上百名仆人已备好食物 等着招待国王的贵客 阿罗汉们安静地享用餐食 同时也享受着清爽宜人的围风 国王亲自监督这次午宴 并亲手为长老比丘们上菜 午餐休息过后 一连几个小时 阿难又被送了另一步长的开示 太阳下山后 阿难与附属节级小组的成员 聚集在大家设尊者的房舍 继续进行佛陀一生的回忆录 请告诉我们关于西达多求学的情形 阿难 我想上次我们是说到这里 大家设尊者请求说 在成长过程中 我是他的同学 我与他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 西达多理所当然样样都很优秀 而我虽然也是一个好学生 却比不上他 为什么以当时的习俗 西达多太子没有被送到别的地方去念书呢? 富罗纳问 他其实很想去达希腊 一个位于加皮罗魏城西北方远处 以自由学风闻名的学习中心 该中心夸耀有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学派的老师 包含来自希腊的学者 但是 净饭王感觉这种自由且世故的地方 会让儿子有太多机会受到苦行者的生活方式吸引 我们的好朋友都被送到王舍城或瓦拉纳西 但是国师阿斯陀先人警告国王 那些地方会有知识与心灵上的诱惑 劝他把太子留在加皮罗魏城 以便就近看管 阿难解释说 你的父母希望你做什么? 摩赫加瞻言问说 他们要我与希达多太子在一起 结果就是我与他一起在王宫内读书 连同其他十几个来自贵族家庭的少年 我深爱我的堂兄 无论如何也不想与他分开 国王尽可能为我们聘请最好的家庭教师 包含魏斯瓦米拉 国王的大臣们推荐他 说他是现有人选中最好的老师 各种学问无不精通 虽然被摩赫波者 婆提王后告知不得去外地念书 希达多相当失望 但是他仍然努力在家学习 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专精 魏斯瓦米拉是费陀与费陀哲学的学者 不是吗 傅罗纳问 是的 虽然国王不是婆罗门 但国王希望他的儿子在文化方面 对古人的教导能有扎实的基础 魏斯瓦米拉很快就发现 年轻太子早已学会四费陀 全部的印度教圣典与费陀真言 甚至于能把这些交给别人 他十分讶异这个年轻人的成就 同样讶异于实际上 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经典 阿难说 至于武术与政治学方面 国王聘请的是书巴布陀的儿子 科山塔德瓦 他是这两个领域的专家 国王常常依赖这两位讲师 来指导太子有关世家王国的行政事务 世尊还学过些什么其他科目吗 除了费陀与政治体制以外 摩赫加瞻言问 他的数学很优秀 但他在语言与写作方面尤其厉害 有一天 太子拿了一张檀香木桌 墨水与一只相看珠宝的金笔 去找老师 他以前从未学过写作 他问说 老师 你要教我哪一种形式的写作 是卡罗西语或普什卡罗山语 他高举金笔 提到62种语言 然后在老师面前 把他们全部写出来 西达多在少年时 甚至于发明了一种新的字母 叫做范书 魏斯瓦米拉完全吓呆了 因为他知道他已没有什么可以交给太子 阿难说 我当天在场 我可担保这一切都是真的 武术部分又是如何呢 特别是射箭方面 傅罗纳问 科山塔德瓦第一次与太子见面时 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太子的 在观察太子几分钟后 他说 太子 假如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自己练习 结果 老师教导我们其他人 而他是独自练习 我知道你们都听过有关他的神奇故事 说他一件射穿一只铁盘子 我得说 那些都是神话故事 但他的确能轻松 赢得任何正规比赛 几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阿纳律回答 与这么具有天分与技巧的人一起成长 提婆达多会妒忌吗 斯伯卡问 是的 你能明显看到他的挫败感与日俱增 在他十岁时 就已经是个可怕的恶霸 从那个时候起 他的傲慢与残酷更是快速恶化 阿纳律说 记得那个著名的天鹅故事吗 你们可以想象 当西达多开始在每一项比赛都胜过他时 提婆达多的斗争新会是如何强烈 他很少对我们客气地说话 他已经完全被嫉妒吞噬 所作所为都是很负面 阿纳说 有一天 提婆达多因为生气 就杀死了一只小象 他是皮舍离的离居国公主 送给西达多的礼物 你们知道的 太子对任何生物都真爱有加 他对这个动物杀手深感困扰 但是 他仍保持镇定 甚至从未为了此事与提婆达多争吵 阿纳律说 国王在什么时候建造了三座行宫给太子呢 巴库拉问 十六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为他建造了三座行宫 其豪华与精美的程度 可说是前所未见 国王雇用了当的有名的建筑师 石匠 雕刻匠 木匠 油漆匠 来打造冬天的罗亚宫 夏天的苏拉亚宫 与春天的苏巴宫 三座宫殿大小差不多 只是每一座宫殿兼塔上的楼层各有不同 阿纳律回答 罗亚宫的塔有九层 苏拉亚宫有五层 苏巴宫有七层 每座宫殿的屋顶与天花板的高度 也都不一样 也都不一样 能完全配合季节 保持内部空间的清凉 温暖与干爽 阿纳律 你常常待在这些宫殿里吗? 富楼纳问说 哦 是的 只要有太子在的地方 就会有我 想象一下 我们两人 一个十六岁 一个二十三岁 享受着世间最奢华的生活 乐女们奏乐从不间断 美酒佳肴日夜随时供应 王宫本身就是艺术杰作 每一座王宫都有适合季节的美妙画作 例如东宫 墙壁上 中央的桌上与屋顶会有炽热的火焰 你看着这些画 含义就完全消失了 三座宫殿都用季节性的布料装饰 冬天用毛料 绒布与丝绸 夏天用薄棉纱 与季则采用两种混合的布料 每一座宫殿都提供配合不同气候的服装 每座宫殿的房间都以珍珠 花朵与宝石所做的饰品所装饰 罗亚宫的天花板是有薄纱布 用星形的金子 银子与红宝石加以装饰 这些星星在火炬的照应下闪耀啄目 夏宫实际上是一座水上公园 有湖 游泳池 与形形色色中有荷花的桃梦 每一个房间都放置香水 装在金 银容器中 我记得太子在夏天喜欢穿蓝色的衣裳 来配合他所喜爱的水色 水漆的鸟 像天鹅 水鸭与仓鹿 豢养在池塘中 使得那里鸟鸣不断 雨季之宫是采用中间形的设计 这样要热要冷 都可以依天气而调整 我特别喜欢这座宫殿 因为我们可以配合晴雨的天气变化 而做调整 或换穿衣服 或重新改装门窗与墙壁 有时候 西达多与我会爬上金色楼梯 到达第七层的塔顶 站在风中对着雷电大声吼叫 用我们年轻的蛮镜来挑战闪电 太子在这段期间 常常宴客吗 幽婆黎问 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长老 身为西达多太子的堂兄 虽然比他大十五岁 我常常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宴会的客人 巴蒂耶回答 阿难笑笑 说 常客 他说的 亲爱的堂兄 我不确定你曾回家过 我不记得有哪一次你没参加的 你总是在那里演相声 用你高明的笑话与其文艺事来娱乐大家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你也喜欢喝酒 巴蒂耶回答 回想一下 说 是的 的确是充满了酒 歌舞 及种种娱乐的日子 太子鼓励我们大家要好好享乐 我特别喜欢下工渔游小船的水上公园 我常常提议游艺比赛 结果通常是弄得大家人仰船翻 但是你知道 即使在这种大家一起笑闹的时光 太子却常常不见人影 自己一个人跑掉 这时我就会去找他 不是在预料不到的地方发现他 就是看到他在深深禅定中 阿难说 即使在那时 他关心的还是外面世界的生活 他知道王宫的环境是完全虚伪不实的 我想他已经意识到 痛苦苦难从来都是离这个与世隔绝的特区不远的 阿难律说 反正 这种生活方式 在太子的御用车夫车逆带他到宫墙外 去游览后 就结束了 我们都知道的 外面流传着很多世尊 第一次碰触到生老病死与苦修者的故事 也流传他是如何完全不知晓这些现象的存在 直到车逆带他出去 西达多太子并非全然不知的 他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最聪明 最有知识的一位 早在那之前 他对于这些生命的实情已了然于心 只是与车逆出游的那几次 似乎让他特别敏锐 并且完全准备好在生命中第一次彻底 检视这些生命中的苦难 阿难说 堂弟 我看你的故事有点说得超前了 阿那律说 在太子开始检视生老病死现象的本质之前 他结婚了 而且有好几年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没错 堂兄 阿难回应 我只是想要指出 即使从小都一直生活在豪奢富裕中 他向来有些与众不同 似乎常常退居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介入的地方 要把它描绘成对王宫外地生活毫无觉察 那是荒谬的 希达多太子非常清楚他周边所发生的一切 以及其他一般人所知的世界 太子对所有事 所有人 与所有地方 都有很深的体验 说他对现实不以为意的那些故事 只是另一种神话故事 那么 阿难 请告诉我们 那时是怎么为年轻太子选妃的 摩赫加瞻眼请求说 在三座行宫建造完成后不久 国王的资深顾问们建议 太子结婚的时候到了 他们的理由是 世家王国很快就需要更年轻一代的继承者 国王问长老们 那么哪一位少女配得上太子呢 每一位长老都轮流说 我的女儿很美丽 配得上太子 国王眼下出现了很多候选人 为了不引起争议 他说 我得先问问太子 他喜爱怎样的少女 当国王对西达多提出问题 太子说要想一想 在七天内给他答复 一个星期过后 太子去见他的父亲 详细地描述了他理想中的新娘 太子说 一个值得他娶的少女 不会是一般普通的人 他一定不会嫉妒 永保真诚 永远谨慎庄重 出生家世完全清白 他也一定会写作与写诗 太子又继续说 他一定是美丽却不骄傲 仁慈又乐于不失 没有不良名声 没有犯罪 没有恶毒 没有伪装 我们的西达多太子 明确地知道 他要找寻什么样的少女 可不是吗 幽婆黎说道 他的确是知道 我相信 他从一开始 就知道 这个世界只能有一位 可能的候选人 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列出这样的条件 以确保能得到 他命中注定的女子 总之 太子又继续说 他必须是有宗教情操的 身 羽 义 都是清静的 他必须要注意宗教上的义务 并尽奋地尊敬他的公婆 他一定要和善地 对待仆人与随从 忠实地对待朋友 当太子列完了 这一长串的资格条件 我可以确定 国王相当吃惊 阿难说 所以 国王怎么做 才找到 可能适合这些条件的少女呢 巴库拉问 国王派遣特使们 到加皮罗 未成各地 及临近王国 去找寻 符合太子描述的人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寻觅 终于有了结果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位适合的候选人 善绝王的女儿 善绝王是在他的父王安加纳国王过世后 成为居立国 Clear的国王 这位年轻公主 恰巧是提婆达多的姐姐 净范王位西达多太子 安排了一个正式的典礼 好从众多候选人中 选出一位新娘 其中包含特使们所选中的 长老们的女儿 及其他贵族 在典礼中 太子只注意到耶稣陀罗 Yasalt Hera 他让父亲知道他的选择 不久 国王遣差使 正是向耶稣陀罗的父亲 请求让他的女儿 与太子完婚 阿难继续说 善绝王的回应是 太子是在家中成长茁壮的 我们有一个家族传统 不把女儿嫁给不精通武术的人 太子尚未证明他擅长使用弓箭 其向术与摔角术 我只把女儿交给 拥有这些受人尊敬技巧的专家 阿难说明道 阿难绿接着说 国王免除了其向术与摔角 他提议应该有一场剑术的展示 让希达多能以超重的功来证明他的实力 在这次展示中 太子的表现超出众人的预期 希达多也许没有如同传说中射穿百箭铁盘 但是 他的命中率百分之百 那次我是在场的 我亲眼看到太子极端专注 还有成功的结果 在剑术展示完后 耶稣陀罗的父母 确信希达多太子 可以娶他们的女儿 耶稣陀罗曾告诉我 当时提婆 达多并不以为然 当天晚上 他高声地向他的父母与姐姐 表达他的看法 在家族聚会中 提婆达多说 我认为希达多 完全不是姐姐的好对象 他喜怒无常 随时都会离家出走 不要忘记在他出生时 有关他的预言 我想有一天 他会遗弃他的妻子出走 像饮食一样过日子 耶稣陀罗 他会伤害你 不要嫁给他 耶稣陀罗告诉我 他镇静地回答他的弟弟 我知道你一直都嫉妒希达多 你说这些只是要让他不快乐 我要嫁给希达多 假如不是他 我谁也不嫁 我知道我可以使他快乐 然后他就永远不会离开我 善觉王子系思考两个孩子的说法 最后 允许女儿嫁给太子 婚礼即刻就开始准备了 阿难说 根据我所听说的 婚礼的场面相当惊人 傅楼那说 在加皮罗未成是前所未见的 也许在印度的任何其他王国也是空前绝后的 阿难律开始说 为了这件大事 花了将近三个月准备 所需的供应品必须从外地 最远从王舍城运过来 新娘的家族 有数百人参加宴会 带来的礼物 则被安置在四百头盛装打扮的大象背上 无数优雅 受过良好训练的侍女被带来 将在三座行宫服饰这对夫妇 其中有很多擅长音乐与艺术 结婚大典在国王的迎宾大厅举行 由一群婆罗门祭司主持 王妃穿的是白色薄丝纺金的长袍 那天 她看起来美得令人窒息 我从来不曾看过一个女人 这么美丽又光芒四射 太子穿戴的是最昂贵的电蓝色丝绒袍 与灿烂的宝石 她头上戴着一顶香满红宝石与钻石的王冠 其中有一颗椭圆形的宝石像 孔雀弹那么大 在经过整整两天的盛宴之后 新婚夫妻回到他们的下宫去休息 让他们有为妻两星期的隐秘生活 据说 太子与王妃非常快乐 阿纳律说 这场婚姻是爱的结合 巴蒂耶说 在蜜月之后 阿纳 阿纳律 我 还有太子的其他朋友 被邀请到下宫 举行将近一个星期的庆祝 我可以证实这对夫妻是形影不离的 他们片刻都分不开 即使大家在寻欢作乐中 他们的举止也好似完全是两人独处的 我还记得那令人愉悦的一星期 仿佛就在昨天 阿纳接着说 太子与王妃是如此的将心奉献于彼此 是如此的相爱 同时 在王宫里 在宽大的回廊上 在园子里 甚至于在池塘 宾客们都玩得很开心 我们游泳 在装饰的像小型宅地的木筏上漂浮 上面有丝缎枕头与金色薄纱遮阳棚 我们在这种无忧无虑的安详平和中 持续生活了好多年 阿纳律继续说 我忘了提到 太子与王妃结婚时都是18岁 一起享受着绚丽的青春岁月 我们在那样富裕与奢华的生活中 都非常快乐 然而 太子开始显露不满足的迹象 不是对王妃而是对日常生活 她开始沉思且陷入深深思虑当中 我们开始担心她 而真正担心的人是她的父亲 她开始给这对夫妻更多的礼物 让他们更奢豪的挥霍 以为这么做就能解决问题 国王也在王宫的大门增加了首位的人数 我们和太子与王妃在一起 随着季节变化 从这座行宫移到另一座行宫 音乐演奏从未停过 长达十一年 一个宴会结束 又接着开始下一个完全没有一刻空闲过 巴蒂耶说 为了对太子有公平的描述 我们不能不提到 他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 一直在政治与经济事务上 担任他父亲的顾问 也在王国好几个区域的行政事务 协助他的父亲 阿难说 在正式成为王太子后 他承担了更多国家的职责 不要忘记 西达多太子为加皮罗未成的贫穷弱势者所做的照顾 他最主要的兴趣之一 是与耶稣陀罗一起设立公立医院 负责照顾那些负担不起医药费的人 还有所筹划的农业方案 用新的技术帮助农民增加生产量 还有我称之为太子的科学计划 用新的市政技术来做实验 特别是水资源的管理 在很多方面 太子对他父亲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他的高瞻远瞩 合理的想法 及实用的经济改革 整个王国蓬勃发展 如果把这位王太子想象成 只是一个被宠坏的纹固子弟 那是一点都不公平的 八帝耶评论道 最后的这些陈述 让阿罗汉们暂停下来 用不同角度来思考太子在特权下的早年生活 那也许预示了佛陀未来的教诲 这些叙述也帮助阿罗汉们更了解 佛陀后来对无数过着持戒生活的人 所给的健全中固与正向引导 主席站起来说 我想现在是一个恰当的结束点 太阳很快就要升起了 阿那明天还要再背诵另一篇长的开示 我们现在互道晚安吧 我的朋友们 愿你们的禅修充满喜悦与平和 我说你选择的 我认为自己选择的 如果您是否会认你 我认为自己选择的 我认为自己选择的 二篇长的开示 我的朋友们 我认为自己选择的